我是小动肉手工 喜欢手工 喜欢制作 不喜欢分享 今天给大家分享 这样一款手工的制作小材 大家好 这个视频分享 用两根线编一条手绳的第八种方法 两种颜色金刚截手链的方法 准备好两根线长120厘米左右 我这次选择粉色与蓝色搭配 将两根线合比 从中间拧 再两根合并裁拧 拧一到两厘米即可 纹了之后 用蓝色这两根线 做夹心金刚截 注意看金刚截的编织方法 接住十只打圈 穿过上一个圈 拉紧 扯出十只 另一根线再借助十只打圈 一直重复就可以 金刚截 太穿过了 找了一个小线圈 给它穿进去 实在没有东西 你也可以像我上一条一样 打上一个情人节或者曼陀罗节之类的 给它有一个交换的东西 给它有一个交换的东西 穿进去 穿进去之后呢 我们这里开始换线的金刚截 用蓝色这两根做夹心金刚截 还是一样的打金刚截的方式 不错 重复就行 金刚截打到和这边一样长就可以 金刚截做到两边一样长后 用这四根线打两个十截做结尾 觉得小了也可以打三个 我们就打三个吧 减去多余的线 一条手绳 完成 下个视频分享 两根线编一条手绳的第九种方法 录制剪切打字幕 每隔几分钟的教程视频背后 都有我不低于两个小时的准备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用的话 请给我关注 或者点赞一下 请不吝点赞一下 请不吝点赞一下